我叫阿侯阿杰 因为我是姨祖 对 然后你们叫我阿杰就行 然后我是江苏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的理想性是头发比较短的男生 我来这个旅行是因为 我想让我自己的大学 四年有个圆满的句号 很高兴就是你们 大家好 我叫董晚辉 北京人 今年22 刚从伦敦的国防学院毕业 就是研究生 本科是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平时喜欢听歌 打游戏 没跟陌生人出去一块旅游过 觉得特新鲜 之后就来了 大家好 我叫马文轩 小明波波 大家可以叫我马波波 我对他的爱好是健身打球 其实我还有两个特长 第一个是我可以两口吃一个汉堡包 我还会动耳神功 看到了吗 以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工作 挺迷茫的 但是能跟大家一起来 如果这次旅行还是蛮开心的 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谢谢 我叫张浩欣 是一名来自上海大学 戏剧影视专业的毕业生 我想过当个作家 程云铭翻译 还有当个老师 其实都有想过 我有个小名 就是可以叫我牙呀 之所以来到这里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旅行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想 通过这次毕业旅行 然后好好地告别一下 我的学生时代 大家好 我叫朱飞尔 然后大家之后也可以叫我 飞鹅或者鹅 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然后目前已经保送了本校研究生 平时我最喜欢的是刷鞋影跟笑话 然后就希望跟大家在这个旅行里 可以度过很美好的一段时间 我叫王震佐 正是正方形的任 佐是佐悦的佐 今年22岁 17级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毕业生 我之前学的是机械与电子工程 一体化技术 然后现在学的是那个 市场营销管理专业 在大学里有一个乐队 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想学乐器的话 可以来找我 赵天昊然后叫我孔宁就好了 之前是学的 在墨尔本 MIT学的金融专业 现在是转到了习餐料理 三代学习餐料理 因为我比较喜欢烹饪 这次来参加这场旅行的一方面 是算是给自己之前那二十几年的青春 写上一个句号吧 另一个方面是 已经快两年没有谈恋爱了 谈恋爱疯狂一点 对